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等待足够大的动物经过 然后他立即收起叶片并捕获猎物 当这个策略不能很快成功时 ASCP-1001 会模仿动物声音 他能够模拟任何他曾听过的声音 也能将已知的声音组成短句 他曾被观测到用这种能力来诱惑人类猎物 用人类猎物熟视的人的声音来说话 目前人不清楚他是如何发出声音的 ASCP-1001的捕食的优先顺序也十分有趣 他更喜欢有智力的动物 尤其是那些有能力使用工具或是建造物品的 人类是他比较偏好的猎物 但是如果抓不到人 他也会接受灵长类动物 狗 鹦鹉 猪 海狸 蚂蚁 以及其他会竹槽的鸟类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动物的体型 小于他通常捕捉猎物时要求的体型预值 有些动物甚至捕捉进食后得到的能量 比不上捕捉时消耗的能量 ASCP-1001 完全不能消化硬组织 猎物的骨头会被他用金干顶端的通道逐渐排出体外 当排出体外以后 这些骨头总是会被他用叶子捡起来 扔到一旁或是埋入周围的泥土中 项目摆放骨头的样式十分复杂 与纳斯卡线或曼陀罗类似 这些样式也被推测可能产生某种异常影响 在被基金会发现时 ASCP-1001位于给由骨头组成的直径18公尺 38公尺的粗略的圆形的中央 附近的土著会定期执行仪式提供人类寄品 仪式需要一个祭司沿着一条严格规定的道路 将寄品押送至ASCP-1001面前 这条道路与埋在地下的骨头的样式十分相似 如果行径路线与骨头的样式有差异 祭司会与祭品一起被捕获并吃掉 但是如果遵守了仪式 那么被吃掉的将就有祭品 偶尔项目会指引祭司移动到 并提供一份礼物 有时甚至会延后下一次接受祭品的时间 叙述祭司历史的人声称 仪式最初是由ASCP-1001自己要求的 ASCP-307是一种叛藤植物 外形类似普通长春藤 有黄绿色的根莖和紫色的树叶 藤条大约每30.5公分长出一个根 这些根可以穿透大多数能被渗透的物质 但是不包括金属 任何从根系中断开的植物部分都可以确认为死亡 并可以安全地进行近距观察 ASCP-307似乎是肉食性的 并且表现出某种程度的智慧 如果其附近有恒温动物存在 它会以飞快的生长速度 向该动物的方向延伸出去 通常一次长出三根藤条 以试图进行側翼攻击 一旦接触受害者 ASCP-307会先使受害者麻痹 也要将其内部的器官、肌肉、血液 全部溶解并排出 这种机制如何运作目前不明 但是因为这种机制 类似于某些蜘蛛 研究员称之为蜘蛛藤 ASCP-307在整个北美范围内都有分布 它对各种除草方法表现出极高的抵抗力 包括所有市面上的除草剂、寄生植物以及甲犬 除了用于研究的样本之外 任何ASCP-307接触的物体都必须被焚毁 尽管如此 很可能有许多类似的个体处于基金会的控制之外 ASCP-307被保存下来只是希望用它制作一种 能控制野生族群的圣化之际 这一次意外中 一位低级人员被ASCP-307杀害 尸检发现 尸体的内部结构除了骨壳之外 全部被一个复杂的根系所取代 并全部连接到尸体头骨内的一个种子上 并且发现 种子已经开始朝眼窝的位置发芽 最后低级人员的尸体被火化 ASCP-307被升级为Keter ASCP-3032是对一种异常每周落叶松的统称 ASCP-3032的树皮非常坚硬 大多数伐木工具以及方法都对其无效 新的ASCP-3032实体能发展出复杂且重复的根系结构 并且以稳定自身为优先而不是汲取养分 ASCP-3032实体达到成熟所需的时间 是其他非异常北美松树的两倍长 ASCP-3032会在繁殖或受到威胁时表现出它的异常特性 它会模仿弹道飞弹的发射程序 个体内部会发生化学反应 分泌一种成分未知的化合物 功效等同于普通飞弹燃料 能点火发射 并在撞击地面时引发爆炸 为了适应这种异常的传播方式 ASCP-3032的松果对撞击里以及高温具有非常强的抗性 松果撞击地面时会达到终断速度 并能对冲击区域内造成严重损害 个体可以透过根系结构以及位置方法与附近个体交流 并瞄准同一地点进行协同攻击 在未进行协同攻击的情况下 它会瞄准随基地点进行发射 如果与它进行接触或是刺穿它的树皮 会使它进入恐慌状态 造成提前发射 恐慌状态下 ASCP-3032的实体可能会有46%的几率 因为燃料分泌不当 而造成剧烈爆炸或发射失败 在19基金会销毁一组 ASCP-3032的实体后12小时内 附近三颗ASCP-3032突然进入活跃状态 且瞄准SIDE的飞弹发射警与机固区域 造成人死亡和人受伤 ASCP-822是一种类似于鸟鱼域的仙人掌植物 鱼域普通仙人掌的主要差异 是它的成熟期只需要约30天 当ASCP-822接近成熟时 会在植物中央长出一个巨大的气囊 一般来说最大尺寸可以达到高约10公分 直径25公分 气囊里面包含挥发性气体 包括 还有几种SCP-822独有的物质 同时SCP-822的外皮会变硬 硬度直渐达到金属的强度 并且在皮下开始产生种子 当植物完成成熟后 它会开花 释放能吸引不如动物接近的费洛蒙 并吸引一只有足够重量的动物 来触发它的异常特性 通过一种未知机制 当一只足够重量的动物 约10-20公斤 靠近SCP-822的3公尺范围内 中央的气囊就会剧烈爆炸 使得SCP-822锋利的外皮破片向四处飞散 这些破片会深深地迁入周围动物的皮肤和血肉中 破片带有SCP-822的种子 被破片打中的活物如果没有死于身体损伤 也会在3-6小时后死于破片上的神经毒素 实验中 SCP-822展现出相当于一个 地雷的威力 即使是穿着军用防暴衣 测试者仍然会遭受到骨膜破裂等伤害 只要是活着的动物 即使是无法移动 当被运送到距离内时 还是会触发SCP-822 将光线、声音、温度变化等感应途径都阻断 SCP-822依然会被距离内的活物触发 但如果是尸体 即使将其放在SCP-822上 都不会造成SCP-822的爆炸 SCP-822第一次发现是在一片靠近的军事实验场 当一辆车驶过一大柱SCP-822时 车上三人当场被炸死 第四人在断气前开车回到了基地 许基金会得到了报告 对事发区域的后续调查发现 数百柱的SCP-822 以及在区域内发现了数据被吸引而来杀死的动物的尸体 一些SCP-822直接从这些尸体上生长出来 当收集了一些样本后 用燃烧弹轰炸了整个区域 焚毁了区域内所剩余的SCP-822 SCP-417的外形是一株普通的非洲猴面包树 但却是树叶凋零死去的样子 虽然这棵树枝叶凋零 但是它在每个日落都会结果 在日出时 这棵树上会形成小小的花蕾 然后它的果实会在一个白天的时间内迅速成长并且成熟 最后变成一个石榴外形硬皮的水果 这种水果有着暗紫色的果皮 并且成熟时有像石头那样光滑的纹理 果皮可以用手或者工具剥离 去除果皮后 果实内是一个空腔 里面充满了被称为SCP-417之一的昆虫 SCP-417之一的外观和种属 还有族群密度随着果实的不同而不同 其中包括 数十只黑寡妇外观的生物 但只有四条像蟋蟀的长腿 让它们可以进行又长又快速的跳跃 二十只有蝴蝶斑翅膀 并且有着红色和橘色条纹的黄蜂 能进行惊人的快速飞行 一条黑色的马鹿 五公尺长 在果实里蜷缩成一个球 数以千计的会发出高频率蜂鸣的果蝇 SCP-417之一会叮咬风起任何生物 并造成强烈的疼痛 在数分钟内 这些叮咬就会从许多的小肿块 变成伴有钻心疼痛的串刺性伤口 所有治疗手段都无法舒缓这种疼痛 5%的案例中 这些叮咬没有任何后遗症 并且肿胀和疼痛会在数天之后消退 在45%的案例中 被叮咬者会开始抽搐 并且会在数小时后 发生致命的心脏病发索 在这个阶段 它们的尸体 会以一种极快的速度进行腐烂分解 在它们尸体原先锁在地 数天之后一棵新的树 将会开始生长 在剩下50%的情况之中 在一段大约2到24小时的时间范围之后 这些被疼痛折磨的人 会开始抱怨出现了更为剧烈的疼痛 并伴有肌肉萎缩的出现 这些血肉被 所驱赶出来 其外观就像是 SCP-417之一的群体 在生长的时候 这些新长的瘟疫术 可以被许多正常的方法所伤害 例如砍倒 焚化 和使用普通的除草剂 但是 SCP-417不能被移动 所有想要把它砍倒 或是把它拔出的尝试 都会导致它的枝条剧烈抖动 就会导致所有果实掉落在地 破裂 并且释放大量的SCP-417之一重巡 值得信心的是 SCP-417之一 不能存活超过1到2个小时 会在没有任何事件发生的情况下自行死亡 如果SCP-417的果实没有被摘下 或者被摇落在地 它们只会在SCP-417上腐烂 不会造成危害 以上就是5个致命的SCP植物 简单地说 SCP-1001是一株巨大的百岁栏 会设下陷阱捕食动物 并且会将无法消化的骨头 摆成仪式性的图案 它有能力发出声音 并且说服了当地的土著 对它进行活人献祭 SCP-307是一种肉食性的长春藤 能以藤蔓攻击受害者使它们麻痹 再以某种未知方法将它们溶解 并在尸体内留下种子 SCP-3032是一种特殊的落叶松 当繁殖或受到威胁时 能像飞弹一样发射出去 它们彼此之间也能互相沟通 协同攻击同一个地点 SCP-822是一种球形的仙人掌 有极为坚硬的外壳 当活的动物进入三公尺范围内时 它就会爆炸 以此来传播种子 来爆炸的威力能与地雷相当 SCP-417外形是一棵枯萎的非洲猴面包树 但上面却会生长出异常的果实 这些果实内部会有被称为 SCP-417之一的昆虫 SCP-417之一会攻击任何生物 被攻击的人有45%会死亡 50%写物化为SCP-417之一跑出 死亡的人尸体会长出新的SCP-417 这期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喜欢这期影片 记得帮我个喜欢 不喜欢的话就让不喜欢吧 希望我做什么SCP-5的主题 可以留言告诉我 就这样 拜拜